请收看 汇率法师 佛学讲座 自勇双全能入道 有剥热的智慧 还有勇敢 要勇敢 所以要有智慧 要有勇敢 能承担一切 这个能入道 这个能入道 第二个条件 底下 哪一点 你有特殊 特点 你都能入道 第二个特色 入道的特色 心光明磊落 明思现前 不计一切生命 财产 能不许 能舍 这个能入道 再讲一遍 心光明磊落 不做亏心事 明思现前 不计一切生命财产 不失 这个人 能入道 第三 坚固信念 至始不义 能入道 坚固信念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 佛法身 三法 这是人生 宇宙当中 唯一的真理 我早来早去 早了四十年 你今天 胡报很大 坐在底下 就能得文正法 你胡报够大 但是接下去 要坚固信念 信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信为道元功德母 掌养一切诸善根 这华言经讲的 要坚固 道死不动养 能入道 致死不义 这个能入道 所以这个心呢 要发大不得心 那 指此一事 于恶皆非真 你这辈子 活在这个世间 就是为了绝无而活 你的生命 就是真理 你的呼吸 就是般若 那么 你的世周围 都是菩提建树 诸位 好了环境 不如好的心境 改变一下 你的心境 你的快乐 就降临 你的快乐 就降临 第四点 哪一种人能入道 心要 真参实学 做点滴啊 这是真功夫 这个能入道 学学活道啊 最糟糕的 就是还不怎么行 还不怎么行 哎 就 这个 其他的人 就把他 拱到啊 好像是 教主 是家 摩尼佛 一样的伟大 这个是很可怕的 我告诉你 名跟利 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斧头 会断头的 可是 很多人 很难突破 这一关 别人的恭敬 别人的供养 别人的推崇 那我出家了 有的人出家 哇 一二十年 大家都把我拱得这么高 可是我又不敢讲说 我不行 可是大家都又这么推崇我 那该怎么办呢 那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就岔路了 一般人很难抵挡 那个名 利 还有女色 这一关 很难 太年轻的时候 太出名了 大家就说 都说他很有修行 都都都 称他叫做大和尚 但是问题来了 他内心很清楚 自己的境界 那该怎么办呢 那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不被几个名跟利 女色迷惑得 很难的 这个时候 要知道 增参死血 要做点滴的功夫 千万不要虚伪 虚伪 抵抗不了 死神的降临 全世界的金钱 供养你 有一句话 英文讲的 And so what 你又如何呢 我告诉你 全世界的金钱 都供养我 惠律法师 这是佛教的大灾难 大灾难 为什么 这不平等 这些法师 通通要有人 护持到 你千万不要 只有供养我 惠律法师 所有的法师 都得到供养 就是供养我 就是供养我 全部的钱都 去从我 到我这里来 那是一场大灾难 佛教的大灾难 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不虚伪 不服法 简单的就是 不要轻浮 不服法 不服法就是 有意就讲到实 人家讲 哎呀 大师大师 大和尚 你开悟见心了吗 然后 他 没开悟 然后就笑一笑 犯戒 犯大妄疑 就是默认 如果有人讲 大和尚 你开悟 你不要这样 立刻要否定 否认啊 如果你开悟见心 就是啊 我们切磋 切磋 切磋 互相 勉励 可以用谦虚的角度 来解读 佛陀在戒例里面讲 没有正圣国 默认 一样犯戒 犯仲戒 犯仲戒 啊 你正阿罗汉国了 然后就微笑 你犯 大妄疑戒 会下地义的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讲真相 不可以服法 为什么 你看 我觉得我很有修行的时候 大家供养又多 是不是 又有名 我现在各具一方 威正一方 哪个地方不认识我 你是在求名求利 还是在求真实的 佛法呢 佛法呢 是不是 不可以骗人 永远不要做表面的功夫 这个跟生死没什么关系的 是不是 你要肯用空 年轻人 受劝人 肯吃苦 世间人 多一句话 十年寒窗无人问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己成名 天下之 这还是世间法 对对 还是世间法 就是 世间法都要搞十年 出世间法 我的根气比较差 四十年 四十年 从大学一年级 大学一年级 也不过是十九岁二十岁 现在一转眼间了 六十三 我们教授都是这样讲的 你几岁啊 我六十八了 还有个枪 这个枪啊 在祖国大陆啊 来文书讲堂啊 那个 来参访 那个浙江温州 那个菩萨不晓得是 起来 我都问他 你到底在讲英文 还是讲中文 为什么浙江温州的话 我听不懂 他说 还是讲地方话 哦 地方话 也四川话 讲四川话 还听得懂 讲这个浙江温州 听不懂 没办法 地方话太多了 第五点 哪一种人可以入道呢 心 至诚恳切 入佛正见 礼敬三宝 能入道 这就是诸位哦 我们 在家居士哦 很多人讲说 哎呀 这个法师没修行 不要跟他磕头 顶礼 在家修自己的就好 哦 这个罪很重的 这个罪很重的 这就是诸位哦 一个出家人 献身相 有多少节哦 有修过多少节 才有办法献出家相啊 重来他一辈子 也平平庸庸的 守佛的戒力 不坏佛的证件 应当供养 应当供养 所以这个自诚恳切 录佛的证件 礼敬相表 这个能入道 要自诚 要从一心 真心不乱 怒入不动 用全部的感情投入 自觉觉察 用全部的理智投入 用全部的人格 要用全部的生命 一股热忱 全部的投入 佛法 同法立身 致力于他的工作 这样 自诚恳切 入佛证件 全部投入 这个人能入道 第六点 对证法 对三宝 宣必恭敬 古时候讲 寄生在 寄生在 寄如在 寄生如神在 所以 不但对三宝 对三宝不轻慢 其实 就是你的恭敬心 你的恭敬心 就是第一地 清敬心 自诚恳切的恭敬心 敬佛敬法敬身 其实就是自己的灵性 自信 本来就有三宝 我们的自觉 就是佛 我们的磨合般 就是法 我们合合无真 心合合无真 就是身 每一个人都有自信三宝 自信清净心 就是佛 自信磨合般 就是法 自信清净 无真 合合 就是自信清净心 的身 所以在这 诸位 在一家居士 你好好的恭敬三宝 不但 不会伤害你的人格 而且 丰富了你的 自信清净心 记得 这是佛 主师 再三的交代